发起台中的团体911 春风洋葱见智 热情开唱 粉丝瞬间嗨到最高点 他们甚至还走下台 跟粉丝近距离互动 紧接着有五间情接续表演 大批观众都是不畏风雨 早早就来排队 什么时候就来排队了 前天晚上 我是香港来的 看危险屋 在日本都没有看过他 很珍惜这个机会 台中巨蛋历经九次周标 终于顺利开工 占地6.9公顷 预计新建一座 可容纳1.55万人的主场馆 以及5000人空间的副场馆 开工典礼也邀请威延吴 来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在新建完成以后 可以和洲际棒球场 互相搭配运用 中部地区最大 艺文活动运动赛事的区块 不过台湾具规模的巨蛋 唯独台中没捷运经过 让网友戏称在台中 听完演唱会得留下来过夜 也引来民进党议员炮轰 棒球场购物中心和巨蛋 只靠74号快速道路 没有办法疏解庞大的车流 这个区域的交通动线 在没有捷运的情况下 要怎么规划 十几年来只要举办活动 交通塞车 这个一直就未解了 那现在附近 再来一个台中巨蛋 交通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别让大型活动 造成的交通恶梦 造成民怨 台中巨蛋弄工 不过未来启用周边交通问题 除了加速推动捷运局限 要如何规划接驳 转运站 开辟停车场 周边人行空间 也是一大难题 赛产新闻综合报道